哈喽,这下情侣侠 我现在到的是永家南希书院 你有看到后面南希书院的四个字吗 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张元老师写的 好,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开门 南希书院呢,是很多的学校 以及艺术院校,还有不同部门的写生基地和艺术基地 这里挂了很多的牌匾 然后顺着这里再下去呢 好大的一个园林景观 今天太阳非常好 所以可以到这些亭子里面坐着喝喝茶 整一个园林里面呢,有两个小亭子 这里一个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包括这个长廊 长廊上面都是可以坐下来喝茶的 还有顶上的露台 顶上的露台也可以坐着晒晒太阳喝喝茶 然后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石为岩的大石头 最经典的大石头 有没有发现这个石头 我觉得很像如来佛掌 前段时间南西书院刚刚成办了当伦敦遇上温州 艺术家的书画写生活动 广告的喷汇还留在那里 这是对于整一个温州来说算是比较 比较大型的一个交流活动了 文化交流活动 你这个老大来了 帅哥 你咄咄摸摸的在干嘛呢 用一手摸你的脸一下 在马来西亚干嘛 我们都等你等了那么久 快等了一年了 我在马来西亚看帅哥了 马来西亚帅哥多吗 多 看着老头都看烦了是吧 对 来 床上重队 毛老师来了 毛老师好 你好 起床啦 你看一下这里 山间烟雨朦胧的感觉 我去吃早餐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南西书院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现在呢早上起来吃早餐 就感觉好像是在自己家里面一样了 早上起来之后看到这个吧台上摆了一溜的下饭菜 然后就自己打了白粥站在那里吃了 就感觉在自己家里 站着吃更健康 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很多客人吃了早餐之后特别是这种红薯啊玉米啊 因为都是南西书院自己种的就种在旁边地上 所以吃完之后马上就会打包把很多很多带回家 等会我也要打包一点带回家 我刚才看美术馆这里灯开着 所以就进来瞧瞧 整个美术馆基本上都是建鹏他自己的画作 它的轻易山水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伞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的伞 这一幅才是最大的思路寻中 丝绸之路新疆的 这幅真的好大 感觉感觉我来南西书院就是来熏陶 熏陶艺术型的 好啦住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在四楼的平台上练了一会儿 练功练了一会儿 然后又自己很自觉的去吃了早餐 现在要走了 嗯 拜拜